丈夫再一次的辜负 彻底击碎了邹女士对婚姻的希望 心灰意冷的她 没有勇气再给丈夫任何机会 只想离了算了 因为从结婚到现在 整整16年里 丈夫一直就是个不靠谱 说谎成性 信誉度极低的男人 让她没有安全感 过去的那些经历 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我烦了小孩 那个反应特别大 工作就没做法做下去 就说把这个钱起出来 我们就回老家 当天叫她拿着那个银行卡去起 她就没有起飞来 她就变了一个房 她就说 那银行卡掉到厕所里面去了 然后她说 她跟那个工作人员说了 跟人家说好了 她说我留了个地址 到时人家就把这个钱 给我就飞到家里去 就叫我我就先回去 结果呢 那回去一等再等 这个钱呢一直都 都飞不来 没了我就天天 跟她两个吵架了 实在是问急了 她就 有一天晚上 她就跑了 她跑了 我真的是连死的信都有了 当时我烦了孩子 已经七个月了 我真的是想到死 但是 看着我又死不下去 我说那我就要去找她 还是通过我一个朋友 在coco上面查找 才知道她跑到哪里哪里去了 说这个钱 钱不败掉 其实早就没了是吗 早就没了 我一点都不知道 编了一个谎言给你 对 她不帮把这些钱都败没了 还在那边借了很多钱 她自己也说 我以后不这样啊 我改啊 怎么什么的 以后的私事证明 没有改 而且相同的错误 一直在演 那有时候 实验场的那几个钱 她也没烦 有时候我帮烦了 有时候她爸爸妈妈帮她烦了 就为这个事 我们家里人 都觉得在外人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 很丢人 很丢人的事 每个月的工资 是拿回来了 拿回来 然后她再想着办法 各种理由又要回去 事情太多了 反正就是各种片 她说的基本上都是事实 从始至终 我一直就是说 对一个网络游戏 就是比较着迷吧 也发了很多钱进去 那如果是这样 我问一下 邹女士 结婚前的她在你眼里 是一个欺骗者吗 对 结婚前就是这样 对 我就是睁着眼睛 往火坑里挑了 没结婚之前 她我就知道 她爱跟别人借钱的习惯 我爱跟她反过载 后来这种欺骗 一直都有啊 你为什么 在结婚前 没有意识到 所以说我傻呗 当时我爸爸妈妈 他们也反对 我比她大四岁嘛 最后还是 正确了我的决定嘛 我当时知道 她有这个毛病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 有这么严重嘛 我就想着 两个人只要有感情 以后会变得 会好起来 所以把这件事 总结来说呢 确确实是欺骗了她 很多事自己也感觉对不起她 这两年以来可以说 唯一的一件事 也是最致命的一件事 犯了一个错误 你哪一件事不致命呢 我为什么要跟你喝到今天呢 是从去年 就是发生了这个 我出轨的这个事之后 老想着说 怎么改变一下 好好的 去经营这个家庭 近两年的话 网络游戏也没玩了 玩牌我也不玩了 我是一直想挽回 因为我这边 老想着说跟她沟通一下 跟她一发信息 然后她就说 我以前以前的什么事 出了一种冷战状态嘛 以前的生活 就是说没有希望 但这次发生之后 那简直就是绝望了 丈夫多少句 我错了我会改 在邹女士心里 都犯不起任何怜疑 她的信心 已经被丈夫 无数次的欺骗 消耗殆尽 对这段婚姻 从失望走到了绝望 此刻 观察员文艳也表示 方先生的认错 他也不相信